又怎么了这是 姑奶奶 爹 我 我把物丢了 宝物 你带的那半个玉琪连 那算什么宝物啊 你丢了就丢了呗 什么丢了就丢了 那我呢 我也丢了就丢了 那能行吗 你丢了那能行吗 你是我的宝贝女儿 在爹心里 你就是女神 就是爹的命根子 爹就什么不要 也不能把你给丢了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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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不高兴了 爹再给你买 买新的 贵的 最好的 那个不行 那又怎么不行了 我从小就没见过我亲娘 这块宝物是他留给我的 见到他 就像见到我亲娘 第一个 我 放上 我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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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放下 我 放下 我 我 放下 我 这伴来玉琪玲是哪儿来的 周叔你就陪我去嘛 你就去一趟那个桥嘛 好不好嘛周叔 这都什么时候了 黑灯下火到哪吵去 明天白天 说陪你去行吗 不行 哎呀现在去嘛 周叔你现在去嘛 你为啥要现在去呀 我怕被人捡了去 我知道 你叫屁股 说得好 他就是个屁股 哎 还是个肥屁股 这伴来玉琪玲 竟然是他的 你 怎么会没有了呢 怎么会没有了呢 怎么会有的仇人再做 我我不想跳 这也是个虎人 我正在那里 你怎么会有 你怎么会有 ними还没 陈耀金 断路杀出个陈耀金 没错 是一个红衣蒙面女子 她从背后突然袭击了我们 打了我们一个坐手不及呀 后来那个姓罗的警察探长 他也来了 我们是不得不赶紧撤呀六爷 罗派克 没错 就这小子 迪罗 那姓萧的那小子人呢 听我的手下人说 被那个罗派克送进了医院 送进了医院 没错 六爷 我倒有个好主意 这次肯定可以取姓萧的那小子姓名 什么主意呀 放鸽子 再开快点 肖先生您好 我叫梅全 记者 记者找我干什么 肖先生 你看这话讲呢 我是记者 找你当然是想采访你啊 我有什么好采访的 我听说肖先生 是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 昨天你在苏州桥上 一人涌斗数十名歹徒的英雄事迹 现在可都传开了 我想请问你一下 你是在哪里学的功夫 还有 这些歹徒为什么会袭击你 难道仅仅只是为了钱财吗 如果不是为了钱财 还有什么更深层的目的呢 请原谅我的职业病 不过这些问题 都是那些好奇心非常强的读者 迫切想知道的 你的消息还挺灵通的嘛 肖先生过奖了 作为一名记者 尤其是一名好记者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那是最基本的条件 还是请你跟我说说吧 紫河 在 背车 跟我出去一趟 是 我没什么可说的 你走吧 别呀 我费了好大力气 才打听到这儿的 你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吧 我再说一遍 我真没什么可说的 对不起 我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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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没什么可说的 一遍 就让你一遍 一遍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我健康 他觉得你一遍 让我把你吃过 个家园 你吃过什么 你吃过来 我吃过那一遍 你吃过了 你吃过的 你先好好养伤 改天我再来拜访 六爷 六爷 是什么风把您吹到我们这里来了 在外面等着 是 行 我自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请坐 六爷 你有什么事 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何必劳您大家亲自跑一趟 不不不不 这件事太重要 我必须亲自来 到底是什么事啊 这么重要 这里的谜团真的是太多了 我爹和我妈咪现在到底在哪儿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呢 什么 你要把罗派克 不错 他已经成了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和绊脚石 既然是绊脚石嘛 必须把他挪开 六爷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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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 别忘了 当年可是我帮你除掉的铁流星小万长 六爷 咱从今以后 别提那档子事 行不行 不提可以啊 但是 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 好 您说 好 还叫 去哪儿啊 啊 你等我会啊 小焦 小焦 哎 這孩子跑哪去了 周叔 對不起 我長大了 我不想 讓你像老母雞 或者小雞子一樣 跟著我 對不起 我說的這些 你都記住了 記住了 好 咱就打開天窗 說兩話 羅派克和 肖萬長的兒子 我是一定要要的 如果你敢跟我 陽凤 因微不按照 我說的去做 我只好 把你故兄杀人 故兄杀人的事 公不於眾了 你可回來了 怎麼了 你讓我辦的事 給辦砸了 砸了 你快幫我想想辦法吧 如果讓六爺知道了 還不得把我 辦法只有一個 什麼辦法 再去 肖先生 肖 哎 护士护士 三病房八床的病人呢 他住院了 出院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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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 FE 25 吵了 是呐 她么六 hani 我先觉得istic的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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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 我走着走着 就进来了 不是 我不是让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吗 哪都不起去吗 关押我呀 说什么呢 我那儿叫关押 本来就是 明天我就回龙虎山 在那儿我可以随心所欲 想干嘛干嘛 你敢 我不敢 我怎么就不敢了 我白海教我怕过谁 来 丫头 奶奶 祖父 你 哥 好好的走了 我跟你批声 这丫头跟你太像 像我什么 还不像 咱大包天 我行我素 说一不二 就是天王老子 阎王爷 他也改善 就他两个胡子 别说 不像 这就对了 还对了 不懂了吧 这叫中瓜得瓜 中豆 得豆 中啥得啥 懂吗 这是 那 我喜欢 这有什么好啊 嗯 什么叫前缘滚滚 啊 源源不断 这就是 以后我要有这么一家董场 那不得转翻了天 没点事 对 嗯 嗯 来 来 来 好 对 这玩意 手气怎么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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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你看 那就是金六亿 老条 你怎么一点记性都没有啊 金六爷 他也配叫爷吗 叫他一声金老六 就不错了 二哥 你是不是 对这金六爷 什么想法 啊 我就拿这个金老六开刀了 二哥 我真就不明白了 不明白什么 二哥 你看 这金老六替你除掉了萧婉长 你这断指之仇 杀气之恨 不一直耿耿于怀吗 如今不费吹灰之力 你就大功告成了 你又何必 你懂个屁啊 我跟肖万诚 有仇不假 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仇 有仗 我跟大哥算 他金老六 算老几啊 嗯 他抢了我大哥的东西 就等于是抢了我白报的 他欺负我大哥 就等于是欺负我白报 我一定要替大哥出这口恶气 把大哥的东西 抢回来 当然 也要把他的东西 我过来 其中 就包括我最喜欢的 卡西诺赌场 姓肖那小子不见了 不见了 我去之前 他突然出院了 现在下落不明 那他能去哪儿呢 我去 然后再多达保持 님 好 跟我去 descri�온 那 Abb 这 你 这是我们前局长的新笔信 请你以最快的速度 交给你们白眼 二哥 出什么事了 这个王八蛋 姓前的警察局长 竟然绑架了我的女儿 不错 令爱是在我这里 你为什么要绑架我的女儿 白爷休恼怒 我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 交朋友 有这么交朋友的吗 请原谅逼人的雕虫小技 不过我不这么做 你白爷能登我警察局的大门吗 你到底想干什么 道上有道上的规矩 每逢做大事之前 都要先赌钱试试守风 我今天兴致正浓 也想试试守风 不妨 咱们切磋 那我就和你切磋 切磋 前局长 有什么事您请吩咐 好 好好好 我马上让他过去 前局长什么事 他让你马上赶到 卡西纳赌场 白爷 我今天请梅全小姐 跟您小事几把 好 还请白爷 多多赐教 行 就他了 前局长 我看出来了 你把我女儿绑了票 不从我身上 榨出点油水来 你怎么能善罢甘休呢 不不不 今天 咱们不赌钱 不赌钱 不赌钱赌什么 如果我钱谋输了 我立刻将白小姐 换给你 如果我钱谋赢了 白小姐 我依然奉还 你这不等你没说吗 你到底是什么条件 别给我打雅咪 白爷果真是 性情中人 快言快语直言不讳 我钱某 佩服之急 我的条件 很简单 只需白爷你 为我拼权一张图 一张图 什么图 仓宝图 除了这个条件 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自顾划山一条路 要是有 我钱某也不至于采取 绑架白小姐这样的 下下之策 要知道 现在的记者 那是无孔不露 隔墙有耳 雪中 埋不住死孩子 我堂堂的警察局长 派人搞把架 传出去 那不成了爆炸性的丑闻吗 同意 阿白 我 先生 行行好 给点吃的吧 给点吃的吧 先生 先生 行行好 行行好 给点吃的吧 行行好 给点吃的吧 先生 好行人 好行人 给点吃的吧 去买点吃的吧 谢谢 你真是好 好人会有好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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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先生 我们 先生 Jahr 营 11 先生 husband daytime 虚 先生 先生 何以见得 俗话说 出水才见两腿泥 在我们翻开手中牌之前 一切 皆有可能 我是四个老K 提前小姐 请亮牌吧 我看 还是算了吧 愿赌服输 为什么要算了 白爷爽快 那就请前局长 把条件再说一遍吧 好 如果我输了 我立刻将白小姐 还给白爷 如果我赢了 白小姐 毅然奉唤 我只需要知道 那笔标银的下落就行了 前局长说得对吗 全对 那我可开牌了 少啰嗦 快点开 好 四个Ace 赢四个老K 美小姐赢 别想了 想你也想不明白 我白豹 一世英明啊 没想到 竟栽在一个黄毛丫头手里 小小赌注 风云莫测 变化无穷 在这里 没有百战百胜的长城将军 只有永远的失败者 关键是看你 能不能抓住机会 利用机会 不惜一切代价 狠狠地 捞上一笔 但是我会看你 要不打算 你快点 我先把这一笔 一笔 你没想到 一笔 就行 你真的是少爷吗 康叔 康叔 我 我都这样 您还能认出我来 我大小就在您跟前长大 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您呢 殷婆不 康叔 康叔 殷婆 康叔 您怎么在这儿啊 殷婆 这儿 现在就是我的家呀 您住在这儿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爹和我妈咪呢 康叔您倒是说话呀 康叔 孩子 你走后不久 你们家就出了大事 大事 什么大事 海龙帮那个金六爷 你还记得吗 十年前就是他逼着我和倪涵妹妹飘洋过海 我怎么可能忘了他 就是他 他一直盯着你们家的码头 要把这码头占为己有 可是一直没有得逞 他就派了大批的手下 到码头大打出手 给我砍 砍死一个赏大洋二十 不用长命 就这一次 我们在码头上的兄弟 死伤的是好几十啊 为什么不去告他们 他们这么无法无天难道没人管呢 上哪去告 去法院呢 法院大门朝南开 有礼没钱别进来 现在是官匪勾结 他们狼狈为奸 告 最后遭殃的还是我们老百姓 那 那后来呢 后来 你爹爹找我商量 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啊 死去的工人需要抚恤金 受伤的工人呢 需要医疗费 可他们现在已经把咱们的资金链 我实在是想不出任何办法 我都是有个主意 就怕你不答应 什么主意 回一趟龙虎山 回龙虎山 回龙虎山 回龙虎山能解决什么问题 那时候你还小 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当年龙虎山 这来怎么像阿里巴巴的天方夜谭呢 是啊 当时我劝你爹爹 回趟龙虎山 去衙木密洞 先拿些钱 以解燃眉之急 可是你爹爹的 不行 这绝对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曾经对天发誓 我萧万长 绝对不会动那儿一分钱 可眼下 这是我们唯一的救命钱 行了你别说了 我就是当街要饭 当街要花子 也不会打那批标银的主意 这批标银 会有大用场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买房子 买地 能卖的都卖了 我爹是这种人 这符合他的性格 那后来呢 刚说 你和我爹去龙虎山的没有 去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我漏偏风连阴雨啊 就在这个时候 你妈妈突然得了疾病 夫人得的病非常特殊 也非常严重 必须使用国外进口的专用药 才能让它转为为安 可这种药十分昂贵 需要花费一笔巨大的刺金 一笔巨大的刺金 是 你睁开眼睛 看看我好不好 如愿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咱们的婆儿 在国外还没有回来 你要等着她 等她回来 你知道吗 如果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这个你知道对吗 妈咪 音婆 音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